公開結婚喜序的民眾黨台北市議員黃靜穎學姐 今天一現身立刻被各界的恭喜聲給包圍住了 面對新婚生活有沒有長輩的壓力呢 她說有啦 就連黨主席柯文哲特別招待 要增產包裹 民眾黨台北市議員黃靜穎一現身 看得出整個人神采意義 十一號剛剛完成結婚登記 學姐說自己沒有掉粉 讓粉絲心碎 還謝謝來自各方的恭喜 那也謝謝大家的祝福 我會努力工作 也會努力幸福 那我想還是有很多事情需要大家的關心 最近的社工事情或是台北市的市政 那我就會回歸工作 繼續來努力的監督 打算在婚禮上找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以及民進黨立委王世堅擔任結婚證人 王靜穎說相信他們兩位會獻上最真摯的祝福 還暗示長輩有催生子的壓力 長輩有啊 因為後面的這個張志豪 就一直給一些壓力 如果這個來算是長輩的壓力的話 沒有KPI的壓力啦 因為主席特別交代 要趕快看到他們早晨櫃子啦 所以我也是很祝福他們 也希望他們能夠找一點有愛的結晶 正產報國 我們需要人力 至於夫妻之間的相處之道 民眾黨前不分區立委吳欣營 真心分享 好幸運 好好珍惜彼此 對 沒問題 剛剛迎來新婚生活 黃靜穎沒有太多適應問題 還是回歸工作努力監督市政 記者朱文正台北報導